准备 真的是 易失足成千古恨 我没关系 如果我能抽到防毒面具 下一回合用 肯定很保险吧 好的 垃圾场 来吧 这个真的就是靠命运了 给我来个防毒面具吧 垃圾 第二个垃圾 三 四 这么难抽吗 随便吧 就这样吧 五个垃圾 我真没想到垃圾场 我以为石凯和那个浩然 他们不是都拿了垃圾袋出来吗 我以为拿了很多 结果进去一大把 我都服了 我移动到 一 二 我移动到垃圾场 我需要在垃圾场 吸到一口血 我需要在垃圾场 把防毒面具拿到了吗 没有 还有别的地方 很期待 想说垃圾 对 如果我现在去水塔的话 是势必会被扣分 但我手里会给自己 获得后面的筹码 我去水塔吧 给自己换点筹码 只能第二个 还有四个 我丢这两个 我剩四个水 BB姐 我真的建议 你这轮要不然就变安逸 真的 你这轮变安逸 你两轮肯定是能活的 最后一轮 其他层都进完了之后 真的很难 不被轰倒 那个火箭筒 就那两暗影的哥们 他们还可以去有独的楼层待 他们是不怕的 但是你如果要躲的话 就只能没有独的楼层 你可以自己考虑要怎么办 我是选择狗活 我发现我刚刚跟奥利说错房间了 你帮我解是吧 对 你要去哪 你确定 我确定 我给你一个水 你直接告诉你去哪 你帮我把 B504写 好 你给我一个水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不能跟别人说 是想有一个 大家都 不知道的一个房间 藏会比较好一点 帮 用B504的折远老师解读 这个房间 很有可能他们复活的人 一二三四 很有可能只能到这里 因为他们要跟火树碰头 所以我这一轮又不能去哪里 我得选择一个绝对安全的 所以我会在这里面之中选 按他们刚刚说的不会投四层 文桃也在四层 我怕撞到文桃 那我这一把去B307 一二三 怎么搞啊 这还不如当暗影呢 你看 你看咱俩多轻松 好 我在大仓库 有一点点尴尬 因为成为暗影的话 其实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 感觉有可能就叫安全一点 一步下 到酒店了 就吃一张 我选择去粮仓 听说奥利把我的金条 给人称真远 称真远又扔到了粮仓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可以粮仓里面有一个金条的话 那拿到一个金条 对我来说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一二三四 都四张 好的 三张两个事 对我来说 拿回来啦 都跟你说不会骗你的了嘛 你还得花我去拿一下 这件事